好,我们下面说一下这个著名的这个祭,设计的祭 这个祭呢,两年了啊,我们赫普在中山公园的音乐坛,我们历春举办这个音乐会 其实呢,中山公园原来叫设计坛,故宫的形质是这样,左庙右设 它的左边呢,是哪个皇帝在上祭祀他们家的祖宗的地方 现在那个地方叫劳动人民文化宫,其实它的宗庙,现在好像是相亲的地方 它的右边呢,叫舍,就是舍是祭祀土地,然后就加了个祭,就是土地上生长的粮食 所以叫舍祭坛,舍祭坛呢,就在它的音乐坛边上啊 它也是一个圆形的,里面放了五色土,现在我们这传统都丢了啊 他们老说,哎呀,你们在这个中山公园音乐坛举办这个春日生活音乐会真好 我说什么中山公园音乐坛,我们在舍祭坛音乐坛,更有历史的韵味 但是大家都对这个祭啊,不了解 有人说祭就是小米,就是骨子,我们说的小米或者叫骨子,它是河本科 它跟这个祭呢,是一个科,但是不同的鼠 我们说了,骨子是狗尾巴草进化来的,所以它叫狗尾巴草鼠 而这个祭呢,是树鼠,树是什么呀,大黄米 但是大家记住,大黄米里面分两种 一种是粘性的大黄米,一种是不粘的 这种不粘的大黄米呢,生长周期特别短 蛋白质含量低,但是呢,淀粉或者糖的含量比较高 所以它是不粘的大黄米 设计的祭呢,是这么写,它还有个写法 边上是祭祀的祭,发音是一样的啊 这两个东西跟下面要讲这个糜烂的糜 或者老百姓叫梅子啊,这两个是一个东西 所以呢,今天这个正本清言把它讲清楚了啊 设计的祭跟小米是两回事 是一种不粘的这种古物